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必施 你好,我好,大家好,财士真力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芒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意见设性的留言 今节我们就说说之前记得 《苹果日报》曾经登过 说内地人是蝗虫 当时是《苹果日报》没有记错 就是有人给钱登 很差的一个形容词 其实说真的,如果将心比心 深圳的人都可以这样说 现在可以这样说 其实这个也很正常 当时我们说的汇率高的打个节 去香港买东西 这个不是香港好客人知道吗? 你说很多人拖劫 不好意思,现在三保大叔也有很多人拖劫 而且我根据深圳的网友说 其实那里应该多数香港人 因为他本地人就不拖劫去买东西 所以现在世界轮流转 这个也不重要的 其实我一直以为这些不重要的 实际上是不重要的 你打开门做生意你就预阻了 是不是? 你预阻了 现在当然了 你们也感受一下 其实外国一样是有这样的牌 不要说什么高尚百人 这些右翼人士 我们经常说本土不代表排外 再说一遍 但你不能用这个什么本土 本土不代表排外 还有你的政策所在就是让人去买东西 好了,现在香港 有些地方就很冷清 现在也有人说为何大陆不来呢 也是那一句 这个世界永远你都不知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说回为什么有人说 什么家黄呢 其实我觉得不是什么蝗虫 我只是觉得 他有这样的政策 那去就去 是不是? 原来 现在 美国有居民不满加拿大人跨境消费去掃货 所以 记得之前 刘梦雄经常做节目说 居然有人叫什么内地人滚回内地去 中国人滚回中国去 当时这样说 想不到现在也说温哥华滚回加拿大去 为什么呢? 因为经常去 温哥华人滚回加拿大去 原来经常去美国的朋友都知道 其实距离温哥华最近的美国大城市西亚图 原来最近的中小城镇 就是叫做 这个名字这段时间很厉害 比宁咸 其实有位英国的足球员 在黄瓦 踢得风山水 就是这个名字 就是比宁咸 有些翻译就是贝宁汉舞 其实这个地方比宁咸 有多近呢? 从白石镇出发的话 不算过关时间 是四十几分钟 其实距离只有区区的44公里 加上 我觉得应该不止这个四十几分钟 如果过关的话 应该是一个几分钟 但是如果他们计算 我当你一个半钟 就等于香港人去大陆 其实都是时间长的 是吗? 你快也要一些时间 那为什么也要去呢? 一个字便宜 便宜了 便宜了 因为在加拿大陆 你所说的跨国好像很远 跨国公司不是 你知道加拿大陆 是在隔离 不是在隔离 加拿大和美国都黏着的 当然了 原来 入邮和入邮就是首选 所以这两年因为汇率差 令到一些大温居民南下入邮的意愿 但是也有更大的邮因 这个是什么呢? 深圳就有山姆大叔 这个呢? 美国的比利昂就有Costco 美国Costco的东西呢? 其实大温地区也有Costco 肯定有的 两边也有的 但原来他们的东西又多又便宜 即使考虑汇率也比大温地区便宜 第一你多已经是很好的 第二你还是他们有自己的美食 比如现烤的披萨 在高物价之下 大家对Costco的依赖更胜以往 大温居民非常热冲于跨境去比利昂的Costco 大规模地采购 听起来 这是明智之举 但久而久之也引发了美国当地居民不管 居然有人说 温哥华人哪里哪里 其实跟刘梦雄之前引述那个什么中国人 滚回中国去差不多一样 当然叫他们滚 这件事是相当不好的 原来 在比利昂本地的 Reddit 我们就比喻为是 外国版的年灯 有关Costco的议题 其实有很多是 post出来的 本地只是讨论Costco的食品 购物心得 没想到很多当地人对大温的居民相当不满 温哥华人麻烦你回到你的地方 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令到物价 因为物价降得很厉害 这个你不得不佩服美国用强硬手段去降物价 现在 欧盟和美国 降通胀是很厉害的 这个也很厉害的 我们就不行 我们依然是 可能经济也强劲一点点 所以物价依然高涨 那我就说 喂 为什么来我们这里 有没有搞错 你哪里来哪里去 走啦 这么说 跟当时香港好似 跟当时香港好似 他就说我们这么努力才能降到物价 喂 你们温哥华人想不劳而获 抢我们的资源 抢我们的资源 不算不劳而获 都是 付钱的 都是过来买的 都是真金白银的 而且他没有可能在 店铺门口 写着加拿大人不能进来 而且 如果他们生意很好 加拿大人去帮衬 他又再进入多些货 又再便宜点 又再进入更加多加拿大人 又再过来 一直拿着 其实也是有用的 没错 你说抢了资源 应该暂时就未见到这种状况 但是 你知道其实 因为现在美国 又强了很多 因为川普 当然有些州份就不让他参选 其实我觉得这样反而是虚张 你是激起了一些右翼出来 对 对 你让他参选 你说输了 输了就输了 你不可以输打赢 是民主精神 他合乎资格就可以去 对 你不喜欢也好 你不喜欢也好 你都要让他去 对 因为他第一次 做到总统的时候 当然第二次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其实当时就说 这样不公平 有人就说 改个选举人制度 那你就改个选举人制度 但是你又很麻烦 改这个制度 法律上的事情太麻烦了 改不了 对于美国 你想控制都控制不了 没得解 没解 原来现在他们罵温哥华人 为什么要抢我们的东西 就好像他们与生俱来 就可以抢我们的东西 没这么说 说得这么大 不单是抢这些食物 还抢电子产品 例如温哥华 也有人发布出来 他就说真的很划算 原来现在Costco 这个GoPro 我们温哥华 他在温哥华没有款 在温哥华 没款 温哥华找不到 就立刻拿到去买 本地的居民就说 我们比利云 也不是什么大城市 一些产品本来就有限 结果 还给你们的外来人口 给你温哥华人 虎视眈眈 不过这么说 你也可以买的 他放在这里 那也是没有人买的 我觉得如果你买 始终买 现在他应该是未失行的 未失行的 当然温哥华人 除了在比利云之外 周边小镇 他们当地人就出现了缺粮的困境 这么夸张 现在不是大流行 缺粮 但是他买 可能买得多 但是你不是限购 是否保货保得慢 我觉得保货保得慢 跟之前一样 那你限购可以吗 你不是说 但是又很按摩 买粮食都要查你的idea 我觉得很按摩 真心说 有生意组有些人都会团 你别以为西人 现在他说有些人是传的 有些人只会买给加拿大人 那你就在那里 看看怎么办 你不可以 叫人什么 我是很反对 叫人什么 无论你叫加拿大人什么 我们条线一致 你不可以叫大陆人是蝗虫 你更加不可以叫 一样是不可以叫加拿大人蝗虫 因为他们有付出钱 一是你就有些措施 你说明这样不行 是吗 现在你法律上许可就许可 其实温哥华人 亦都在Bellintham大买特买 这个不是我说的当地媒体说的 确实导致 周边一些小镇出现了缺粮的 境况 这个困境都挺大事的 有些小超市经常没办法 获得足够的水果 菜 和乳製品 他们当地人就说已经变成了 食物沙漠了 如果这样 我觉得当地政府就应该是做些措施 决商家 搞好那些补货的物流 可以解决的 或者如果有人是 团货的话 你就拋叫他 罚他 也有 当地人哀求 求求你们温哥华人不要来 跟以前香港一样 香港是很激进的 踢劫的 可能将来也有 美国可能不止踢劫 你知道他们手中有八广 不要说 真的很害怕 你知道现在如果吹有风的话 就很大事 当地的居民就哀求 就说 温哥华人 我们不是不让你来买东西 但你考虑一下我们的需求 请不要大规模地售货 一次过买少一点好不好 那些人也很不客气地说 当地人直接指向加拿大自由党的 政府说他们失败 其实不单是这样 还有一些 现在的港人都这么说 但是他们还没拿到身份 我跟家撒咪口都经常说 你们这些傻子 就等于之前 小英骗了你们 不让你们移民 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这个家撒生都说 如果是 保守党 没得做的话 你们更麻烦 现在更难移民 好像博麗智 没有记错 保守党的党灰 他说他的势头不错 现在很多加拿大人 就是说如果大选 不是看自由党 赢不赢 是看输多少值 看保守党赢多少值 应该这么说 就是这么说 原来 他们现在两边的居民都在吵架 吵架 你没用 小肚豆 Justin Chudot 你没用 小肚子没用 同样 是发达国家 你们的居民 就是为高价格 处不过气 只能不断去其他国家 断货 你们真的太讽刺了 回去加拿大 这么说 还有 比利恒的 这个居民 亦都表达 对更南边的下一个城镇 他就叫 布林顿 白灵顿 他就说 很快到你们遭殃了 明明 离我们很近 但大温的人 少了去那里 不过 大温的居民 很快就到你们了 当然 比利恒的居民 现在抱怨 完全 没人来 因为他可以怎样 真心说 你们西方 说是自由贸易的 鼎你 自由买卖 不关贸易事 不要说得那么大 有些人还回货帐 有人说 当年温哥华记人 入油 幸不得 把入油站 全部都入了 把自己的油箱 把入油站的 机器带回家 怎么说 这么夸张 因为 的确是比大温地区便宜 他也有人说 有时候我去入油站 发现现在入油的 12部车当中 10部车 他指美国 你记住 在美国 的 这部 的 入油站 有12部车 有10部车 都是卑斯省 不是本国的车牌 是底车牌 能否效法一下新加坡 每一架出境的车 油缸都要四分之三 满 没错 这个车就行了 打了多少 这个车我也是聪明 反而我也是聪明 他也要调整 境内的 入油站 是否都被整理了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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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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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回 原来 他们也说 不行 我们这里 我们隔离州 黄金海岸和隔离州 是很接近的 其实是黏着的 其实我也见过 有一次 我在附近的入油站 看到 为什么不是坤士兰州 因为他很接近 其实很多人 是在坤士兰州上班 上班 在隔离州的 边隋 城镇 那些楼价 比黄金海岸便宜 亦是比 我们 物价低一些 所以他们就去那里买楼 便宜一些 OK 都可以的 其实大家都有付出 铁车 那就是不起那里 贵的 就有些人说 你哭笑不得 我们在死小城市 日楼站 为什么要排下 对于比利恒 这些人 抱怨 其实一些经常南下的 温哥话人就说 某些美国居民 真是粗劳 无礼 是不是太过缺乏 这个维他命D 需要那么激烈反应 其实这些事 我觉得没必要跟他们 真心说 你咬的话 激化了 当然了 去比利恒 虽然说近 但是也是相对近 如果从温哥 还有 本拿比出发的话 都要一个半钟来回三个钟 他们会不会 周末 当是旅行兼 真的可以 如果计算油费也有几十元 值不值得 但是他不是只入油 还有购物 我昨晚也看到一个YouTube频道 他专教别人去 沙漠大叔 他买了三千多元港币 我们看上去好像很多 如果在香港起码五千元才能买得到 你觉得他肯不肯付这个车费 当然肯 现在都肯 如果几十元 如果你省一百元 那你也是有数位 是吗 也是有数位 是吗 另外目前一百加币只能够是 75元 六几的美金 再加上时间成本和燃油成本 其实经常南下居民也解释 所以 一次过 他解释也没错 一次过买多一点 那些油费那么贵 一次过买几个水 加币的 这些食品是正常的 其实我也觉得正常 因为成本高 还有 我又觉得没什么问题 当然就算考虑汇率 美国的Costco很多的 食物 居然是不到温哥娃Costco一半价格 那你说买买吗 一半都买买 当然 是吗 其实 多个20%都已经是很吸引了 是的 他们应该计算车费有钱 别人都会计算的 等于是 好像是那些人 北上消费 他们也计算的 几个小时 人家觉得值得就是值得 是吗 这个我们没得说 没错 没错 尤其是沙律 还有雨制品 披萨 鸡肉 家庭上备食材 真的比我们便宜 最理想状况下一次过 在比利亚和Costco 买购物和入油 能够省一两百加币 如果你减几十元 其实也会省到百元 当然你的量要买得足够 完全可以抵消各类的成本 如果 你住在数里 以及 难理距离 远的边缘城市 折约钱可能更多 当然有大温地区的人士也说 就问回那些 在美国那边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换位思考 如果数里的Costco 的东西比你们便宜 一半 你们会不会北上 会来到加拿大 这件事其实 如果没有发生过 都说不会 但现在香港发生的 就证明了是会的 其实当时 是啊 当时 水货客的时候 那些矛盾 内港矛盾 说到 靠了我们 抢了我们的东西 什么什么 搞到我们生活很惨 现在你看看 倒转了 差不多 这就是他们经常说什么 黄曹 其实我觉得 不对 因为 除非你是限制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行 你就觉得 要出来 ID 特别麻烦 后期也有 一签多行的政策都改了 其实 梁振英当时也做了些事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们标榜是 这个是 大家都是商业社会 其实 真的没问题 真的没问题 你说买到其他的小店没了 那你就限制了 只可以这样 你做不到其他事 除非你说 加拿大人 不准过境 这也不行 因为两个国家 黏在一起 实际上 大家的经贸王 往来太多了 那个 物流 供应链 那些 你修改好了 其实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了 不用 现在涨到那么大矛盾 那么夸张 用不用 压低的通胀最重要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